空姐到底重不重要 有很多很多的老師都會告訴你說 空姐的心很可怕 很可怕很可怕 命理師不嚇你啊 他怎麼會收得到籤 我們今天來講空姐 空姐到底重不重要 空姐當然很重要 哪個男人不愛空姐 不是啊 是空姐啦 空姐這兩顆心 在我們的命盤上到底重不重要 空姐指的是地空跟地節 我們之前有拍過空姐的影片 那這個東西很好玩 就是不管我們的影片怎麼拍 然後我們的 我的blog跟書怎麼寫 甚至我上課的時候 整個空姐需要花一整堂課三個小時 好好再解釋這個空姐 可是還是會有很多人啊 甚至很多同學都是 一上課 他還在教很基本的主心的時候 他就忍不住問他說 哎呀老師 那那個 我這個夫妻共有空姐 那這怎麼解釋這怎麼辦 好可怕啊 為什麼呢 因為啊 坊間啊 有很多很多的老師 很多很多的書籍啊 都會告訴你說 空姐的心野餓 非常非常恐怖 野餓很可怕很可怕很可怕 有多可怕呢 空姐同工做命的 你大概準備要去修行了 空姐在福德工在命工的呢 你都大概要準備啊 去吃大念佛了 然後書上面會告訴你說啊 逢空啊 叫浪里行舟 好像在浪里面呢 開船一樣 哇你顛簸 很危險 或者叫半空折翅 飛在半空中啊 翅膀會斷掉 會掉下來 為什麼會有這麼這麼多 心事害俗的這種論點 這邊還是要講到 命理師不嚇你啊 他怎麼會收得到錢 對不對 整個命理圈啊 很大多數的行銷行為啊 都是恐嚇行銷 告訴你說 你看看你這個啊 明年逢空節 你這個明年一定都很糟糕 要不要來再蓋一下啊 要不要來那個拿個福啊 要不要來補個什麼東西啊 你才會付錢嘛 或是哪一些相關產業的人員呢 會有比較多的恐嚇成分 譬如說做直銷的 告訴你說你如果不吃這個 那個保健食品的話 你會怎麼樣 大概是這一類的比較會這個樣子 所以你要知道啊 如果說這個命理 他開始在恐嚇你的時候 你就要懷疑啊 他講話是不是真的 到底有沒有這麼恐怖 如果沒有這麼恐怖 那為什麼書上會這樣子寫呢 很多的書籍或是拍影片的老師 或者是上電視的老師 他都會告訴你啊 當你逢空節的時候啊 你可能要捐錢 可能要幹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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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你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麼的嚴重 如果不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為什麼這些人要這樣子講呢 除了恐嚇行銷之外 難道他這中間沒有真實的成分嗎 這邊今天啊 那我們來跟大家重新再來講一次 或是說那個重點性來講一次 為什麼空節心會有這樣的概念 在這邊我們就必須要討論到 空節這兩顆心 它真正的用意是 真正了解斗數的人 他就會知道說 斗數的起源啊 它其實是從印度的占星 在結合了益晶以及奇門遁駕 然後在明朝到清朝的這一段 這兩百年之間呢 慢慢的融合成一整套的命理靴 它真正完成這件事實上在清朝中葉 它其實是一個結構非常完整的一套命理靴 你了解它的歷史背景 你就會知道說啊 空節這兩顆心呢 它其實只使用在公位上面 它背後的含義指的是說 它在某一段時間之內 你所做的事情呢 最後可能會失去 或可能會沒有 或可能會不如你的想像 在某一段時間之內 所以我們常說 空節心的重點叫做 終將一無所有 終將啦 什麼叫終將 終將的重點啊 就在那個中那個字 終這個字代表什麼 終這個字代表是 時間結束前 就好像排骨飯的重點 難道是那個飯嗎 當然是那塊排骨啊 對不對 中國字的邏輯大家去瞭解 所以終將一無所有的重點是那個中 時間結束之前沒有 是不是表示通通都沒有 當然不是嘛 時間結束之前它沒有了 那並不表示它通通都沒有 一般來說 空節在命功的 最後要去出家 修行啊等等的 為什麼 可能都會化為淹土 或是都會回歸平靜 它可能本來生意做很大 然後最後在晚年的時候呢 公司賣掉了 回歸平靜 這個叫終將一無所有 但它是不是等於負債 等於賠錢 等於什麼都沒有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那你想想看 為什麼它最後要去修行 我們對修行有負面的觀念 就是說人很苦才去修行 可是大家如果真正了解宗教的人就會知道說 你如果真的很苦的那批人啊 你就算要去剃度啊 人家都不熟你 應該是你的心情已經平和了 你覺得你這輩子該做的功課都做完了 做完了喔 不是逃避不做喔 那是不一樣的事情喔 我功課寫完了 交功課了 那不是說 哎唷 功課好難喔 我不要了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你一定要真的是心靈平靜了 人家才會熟你 那當然啦 排除掉那種啊 那個為了要練才啊 亂七八糟什麼都收的 只是要騙你進來繳錢的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正統的宗教應該要是如此 它追求的是一個 我今生的功課結束了 我來追求一個平靜的心靈的晚年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最後修行的人 怎麼可能會是苦難的人呢 他一定是一個心靈滿足的人 他不會是一個苦難的人 所以這個時候 當他最後 拋棄掉一切的時候 他其實應該是開心的 所謂的去修行的人 在古書上 確實有可能有這樣的記載 可是在當今的世界 卻又被扭曲成 你好像命很不好啦 等等等等 同學可能會講說 哎呀老師可是喔 我有一個親戚啊 他就是命若空結 欸真的很倒楣耶 那個喔 跟人家開公司 公司倒掉 然後離 結婚也離婚 小孩長大也不要他 他去算命喔 就是說這個他命作空結 他這輩子喔 就是半空則次 讓離行舟 然後最後他是要去修行的 最好現在趕快去修行 捐很多錢 可以解決這個事情 同學啊 那個啊 你有沒有想過啊 他可能是其他公位 在影響這件事情 不是那個空結心呢 觀念錯誌 來誤導你的這種論點 在密語圈到處都是 你屬老虎的 你老公啊 只要有跌跌撞撞碰碰 不小心怎麼樣了 都是因為你在克服 太陽星做命 只要啊 那個你老公 那個不認真去工作 你只要念他兩句 他就可以說 哎呀太陽星克服 各式各樣的 但都不去討論說 其實因為其他公位的狀況 並不是那個空結 現實的情況 通常啊 實際真的會看命盤的人 你就會發現說啊 那些問題啊 在各公位都會出現 他跟老婆離婚 應該是他大限夫妻公有問題 他的小孩如何 應該是他 運線的指天線有問題 他跟人家合夥出狀況 應該也是運線指天線 或財富線有問題 不會只有那個空結心 而空結心所在 只不過 他那個公位的心要 不好發揮力量 沒有機會發揮力量而已 但是 他這是不是就表示說 所有問題都要歸到那邊呢 當然不是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論點呢 那很簡單啊 講這句話的那個老師啊 不念書嘛 所以他把所有的過錯 通通歸在一件事情上面 而且這種論點 很好說服消費者 也很好讓消費者理解 也很好收錢 所以這個是啊 一般啊 為什麼空結會不會這樣講的 主要的原因 那如果以時間的 不要從本命盤看 譬如說我10年限 或是流年來看這件事情 那不可否認 確實在這個10年 或是流年裡面呢 你空結所在的公位 要發生的事情 最後啊 會 煙消雲散 這個也是真的 但這是等於不好 其實不是 因為你要想啊 這有可能 好的事情會沒有 壞的事情會沒有 所以他不見得等於是不好的事情 第二點 那是不是等於全部都沒有呢 其實也不是 學理上面來說 你不需要看這個事情的情況 譬如說 我大限 台伯宮 馮空姐 那我這整個大限呢 要去投資一個雞排店 就賣炸雞排 拜託賣炸雞排啊 通常半年就回奔了 賺個三五年 大概就累得要死 可以脫手給人家了 那是不是剛好 終將亦無所有 我炸雞排店賣掉了 然後錢繞 放在口袋裡面 很好啊 可是你如果是 要投資個什麼 長遠的事業 那這個10年 你可能就要考慮說 是不是有辦法撐得過10年 那這個不可否認 是要考慮的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 如果發生 是不是就會 好像 半空則次 我計劃20年 結果呢 在第8年的時候呢 我就必須要把公司賣掉了 那好像飛到一半掉下來 當然就會有這樣的論點 可是這不見得是不好的事情 我很可能是 第8年 人家處理的價錢實在太漂亮 我很開心把它賣掉 這個是很大的重點 也就是因為如此 往往我們自己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同學說 不要去在乎空結心 因為啊 你絕大多數的時候 其實碰不到 要去處理空結心的問題 因為你想想看 它該大部分我們要碰到的事情 該發生都還是會發生啊 對不對 那當然你說啊那個 的 劉悅洪環星 逢空結 這個叫做 終將一無所有 沒錯 這叫 讓你行舟 也沒錯 這個叫 半空則次 也沒錯 因為呢 我這個月呢 剛好會碰到一個 我很喜歡的梅亞 我去追他 啊 問題很多 他本來要跟我在一起囉 後來被人家搶走了 半空則次 這個當然有 那個要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嘛 年呢 有沒有可能呢 年有沒有可能 看你把面的技術 你把面技術夠好 一個月就追到它的話 那大概至少可以維持到 從一月開始追 二月到手 然後可以到十月嘛 對不對 那還是會有機會 至少可以爽十個月 但如果你追女孩子的技術 比較笨一點 這比較長 那就有機會 半空則次的感覺會出現 那如果是十年呢 那你說說 老師那如果是十年 不就是我這結了婚之後啊 十年內要離婚嗎 那其實坦白說也不一定 那很可能比較是 你跟他的感情不像是 這個十年的夫妻公 那麼的火熱而已 因為往往人結婚之後 就變成家人了嘛 所以其實要看事情 那因為他需要 這樣子時間的判斷 也就是呢 絕大多數的事情呢 其實我們根本碰不到 那這也是為什麼 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根本不需要 那麼去注重空潔心 也就是為什麼有 其實在台灣有某一些 厲害的算很厲害的流派 他們根本不用空潔心 他也照樣斷的很準 就是因為現實的狀況 其實我們比較 其實碰不太到 那你說 需不需要去注意他 當然也需要 不過呢 不需要那麼的恐懼 不需要那麼的害怕 有的時候啊 你剛好 財博公犯官非 那有空潔心 就表示說這個官非 其實呢 最後會沒有了 那不是很開心的事情嗎 所以啊 還是要跟大家講 很多時候 命理學上面一些事情呢 它背後啊 是充滿了 是背後呢 是充滿了 背後是充滿了 商業行為的 所以呢 才會有這樣子的 恐嚇人用出來 但是呢 呃 這件事情也不是在 命理圈 在很多地方都是 譬如說 慢運動學的 又告訴你說 你下面沒有裝氣囊 打籃球腳會扭到 大家都 多多少都會這樣用 合不合理 有的時候可能也對 但是 是不是這件事情 有這麼的可怕 那因為 命理學是一個啊 比較沒有價值跟標準所存在的地方 所以當然就比較會出現 各種各種奇怪的言論 那讓我們沒有辦法去分辨它 當你用邏輯思考去考慮它 跟真正的瞭解 命理學的真正的含義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被這些言論所騙了 所以空結心到底重不重要 空結心很重要 可是啊 我們不需要 因為很重要 而去擔心它 有的時候在 需不說在我們學會裡面 大家都知道 空結用得好 人生沒煩惱 命盤上 煞心往往啊 比 劃入的地方多 所以 空結心在 剛好可以把煞心空掉 最後告訴大家 空結的重點呢 是在時間的限制之內 可能 你本來去努力的事情 或是你本來該碰到的災害 最後會沒有了 因此啊 我們要考慮的 到底那個事情 它的大小的程度 它的時間的範圍 那才去判斷說 它到底會不會發生 很多時候 根本都不會發生 也不會有這樣的跡象 所以 有的時候呢 絕大多數的情況呢 在於 尤其是初學者 根本不用去 利空結這兩顆心 好 謝謝大家 我覺得他很會教 因為會善意的命理師 也不少人 可是不一定每一個都會教學 他的內容呢 還有他的學歷是比較有型的 我後來就學 當初因為我沒有想到當命理師 我只是學了興趣 其實我只是想看自己的牌 我也沒有想到要去幫人家存在 後來是因為工作的關係 我常常會遇到一些不同的人 有時候有心很有聊起來 感覺蠻投情的 就會問一下 欸 為什麼收拾 剛剛來講一下 他們的粉底粉 他們自己的個性才是 大部分的人都會很感動 交了很多朋友 就是因為是會流出關係 挺有趣的 有意思是 有意思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